来了 哎呀 李不言的 duty call 已经来了 喂 喂 你现在在哪 你吃完饭了吗 吃完了 是有试试吗 我现在就上来 好 那我在那个值班室 好好 冲 那边 冲 李不言 李不言 加油 放着了 我先上去了 你是去哪里吃了 这么晚了还没上来 有误 就值班你不能这么莫层的 像我们这里值班是只能上来 再吃盒饭 因为你不能离开这层楼 必须要随叫随到 好 比如说尤其是在脑外课 病人都是危急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一定要保持通常 好 然后脑外科值班最常遇到的 病人说头痛 这些 你知道怎么处理吧 我真想问一下 这边一般是用什么 那你如果是头痛 你一上去就给他用正痛的药吗 不不不 我肯定先体察 主要看哪些方面 瞳孔意识 还有呢 GCS评分 还有呢 知情运动 就是还有跟对比之间的变化 还有什么 对比他之前的CT这些东西 查理出来有问题吧 通知上级 感觉答错了 对 先通知上级 他那个眼神 我以为 我们去西区那边吧 好 恰哥 你还没走 我还在疯狂的结PPT 我PPT还没开始 没事你今天值班 好好跟他磨 来了 然后他就可以死了吗 东宁扣来了 心脏骤 好 喂 好 我待会儿去看一下 有一个31床 体温39度1 好 你去看一下 你哪里不舒服没有 他都在了 你睁一下眼睛看看 右眼能睁开吗 肿得太厉害了 手脚能动一下 动一下我看 用点止痛的 还有一点降纹的 好吧 他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好 然后你还是今天要多看着他一下 好吧 你就不打算 谢谢 行 好 好 哦 还可以 还可以 那假如要用的话 是用什么止痛的呢 呃 止痛的话 那叫XX罗宁 XX罗宁 罗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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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自助 RX 啊 第二通了 喂 三十六 头上的绷带掉了 我去看一下 你这个反正是外面的 弹底绷带 scriptures 里面的 没关系的 做完手术 这这段时间 肯定都会还是有点痛 好吧 嗯 没事 好 所有的事情不分大小 随教随到 刚才已经走了 嗯 他已经搞定了 你的作业呢 还没开始 写个题目 名字还没写完 太可怕了 喂 好 我捂床的时候鼻子不舒服 好怕 喂 喂老师 喂 喂 好 我看一下他的病例 几床呀 好 十一床 好我去我就过来看 十一床刚发了癫痫 叫什么名字呀 东区五床雪压低 刚留的什么样子就这里是吧 你刚才没挂下你只摇了床是吧 对呀对呀 不要去这样子 挺鼻地这种感觉好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一下我 你好像发烧了呀 啊 怎么 哦 你们都睡着了 醒醒醒醒醒醒醒 我去看一下他的病例 哦 天哪 觉得心脏都难受啊 哈哈哈哈 还没做PPT我要疯掉 你还没开始做PPT啊 是的 哎呀 我本来还要你今晚看看文献 想多了 又来了 天哪 让我写个字好吧 还两分钟哎 天哪 喂 喂 又抽筋啊 继续 哈哈哈哈 五床 十一床对吧 十三床有点糟动 心率150 四床 是几床来着 二十一 一床 好难跑 看来停止晕转了 上个厕所算等我一下 哇 他在路上都还在想 喂 值班医生 我是 这个铃声 现在我已经快有PTSD了 喂 好的 好的 有几十个 哇 我第一次觉得这铃声这么可怕 我也是觉得太可怕了 喂 哦 天哪 真就不让我坐一下 这个PPT写了一晚上没写成 哎 哎 这个 连封面都没做完 这个PPT 而且问题是 他的这个PPT还要完成 并不因为他要职业班 可以不完成 你准备睡了吗 差不多吧 后半应该也没什么事情了 哎 我今天最想先把PPT搞好 你PPT还没做完 还没开始 我回去睡会儿 好的 你加油 这得多热爱才能坚持啊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睡着了 真的睡着了 好 他那个眼神 好可怜 太可怜了 好可怜 对着 他不受自己控制了已经 太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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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实 太辛苦了 最可怕的就是 一边在临床直着班 一边还有科研任务 啊 那脑子得怎么运转呀 45分钟 5点21 今天是来这里实习值班的第一天 在说梦暈话 的电话 特别多 然后刚洗漱完又被喊过去初恋一会儿 现在人就意识很不清楚 然后眼睛都快看不清了 27岁S评分数 现在就是10岁 底下就丧失 大概也就扣个两分 十三分那样子 第一项丽莎如说 说自己困都说的这么迟疑 失眠的人可以看一下这段Vlog 这个困意 不知道就剩下这一个多小时 还让不让我睡 不会连一个小时都不让我睡吧 然后好了 就是这样的赶紧睡觉 拜拜 6点 就像我说我闹着这个困难的 我说我闹着这个困难的 我看我看到那个困难的